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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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远远高于童子室 以明朝时期的大作家施耐安为例 施耐安19岁就考中秀才 但此后多次在乡市中败下阵来 直到29岁才考上举人 清朝大作家蒲松林也是在19岁考中秀才 以后屡市不地 至71岁高龄才成为一名最共生 当然 如果考中了举人 读书人就相当于李渔月龙门 身份与秀才有天壤之别 秀才拥有见观不贵的福利 特别优秀的秀才 还能获得国家的补贴 此外 就再也没有什么好处了 如果秀才不能再进一步考中举人的话 就只能一辈子在乡村教书过日子 他们的经济收入并不富裕 但在社会地位上高于农民 因此 在如林爱事中 范进虽然中了秀才 但那杀猪的老丈人还是不把他当回事 依然像以往一样 对他进行百般羞辱 可是举人就不同了 首先 举人的身份不再是普通人 而是已经踏入仕途 具备了当官的资格 哪怕他此后会考落地 回来后还能获得学官一类的官职 此外 举人还能获得远超秀才的待遇 在政治上 举人社会地位高 能够与府县级别的地方官平起平坐 这部 范进刚刚中的举人 当地曾经坐过支县的大财主张香绅 就亲自前来看望他 又是送房子 又是送银两 各种套进户 这是秀才根本就不敢奢望的事情 在经济上 举人有了更多收入来源 他不用交税 也不用出摇曳 许多人会将自家的田产 房产挂靠在他名下 以此来逃税 犯进重举后 许多素不相识的人送田产 电房 便是出于逃税的目的 这种做法 会为举人带来丰厚的收入 此外 举人在家耕读 国家会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 这点补助不是很多 但足够普通家庭开销 衣食无忧的 总之 如果你穿越回了古代 竟可以嘲笑穷秀才 千万不要嘲笑穷举人 否则的话 他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 参考资料 可举制度 犯禁重举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